零下30度的天气 儿子却打开窗户 任由韩风刮在老父亲身上 还抢走他谨慎的毯子 眼睁睁看着老人被活活冻死 随后阿伟一把火烧了房子 开始浪迹天涯 偷学到一套算命的本事后 他便对外宣称自己能和亡灵通话 还闯出了不小的名气 不久之后 一位亿万富豪邀请阿伟为自己通灵 可到了现场才知道事情并没那么简单 身性多疑的富豪强制给阿伟绑上了测谎仪 如果失败就等着被喂狗吧 而测谎仪的原理就是人在撒谎时 心率会不受控制的变快 阿伟集中深至想到了一个主意 他回答真话时 故意想一些乱七八糟的画面 让自己心跳加速 如此一来 当他撒谎时 极细测得的心率便和说真话时相差无几 测谎仪也就失去了判断能力 阿伟有惊无险的门混过关 获得了富豪初步的信任 他告诉阿伟 自己有一位早逝的前女友 那是咱一生的挚爱 如果你能让我和他说上几句话 那我就给你数不尽的荣华富贵 面对金钱的诱惑 根本不懂通灵的阿伟还是答应了下来 他找到富豪的心理医生 想要买下对方的私密信息 可医生害怕万一事情暴露 手眼通天的富豪会让自己吃不了兜着走 便一口回绝了他的提议 但阿伟岂会轻易放弃 他趁医生去洗手间的功夫 取出随身携带的肥皂 将保险箱钥匙复刻了下来 这样等到医生下班后 阿伟便打开了装有病例的保险箱 得到了富豪的全部信息 如此一来 自然将对方耍得团团转 拿到了不菲的报酬 可很快富豪就不满足于通过第三方对话 他要让王林献身一解相思之苦 而阿伟通过查阅资料 发现了一个天大的巧合 富豪的前女友 竟然和自己的女友长得十分相似 连哄带骗之下 女友勉强答应假扮王林 到了预定的日期 支开保镖后 一定时间一到 假扮王林的女友穿着当年的服饰缓步走来 富豪激动的浑身颤抖 可当他靠近王林后 却立刻发现这是一场骗局 原来富豪竟是一个隐秘的连环杀人狂 通过残害年轻女性 宣泄自己对前女友的思念 他一闻就知道王林满身的血污 其实都是番茄匠 面对暴怒的富豪 阿伟只能下了死手 急下重拳将血债累累的老恶棍送去了地狱 而女友再也无法忍受阿伟的利欲熏心 选择离他而去 阿伟赶紧来找心理医生 要取回自己暂存此处的巨款 随之聪明仪式的他竟被狠狠耍了 原来这女医生也是富豪的受害者之一 他故意将病例泄露给阿伟 就是想着借刀杀人 如今他手里掌握着阿伟的犯罪证据 就算独吞了全部赃款 对方也奈何不了他 阿伟气得就要掐死女医生 可保安已经赶来了 他只好躲路而逃 阿伟搭上火车来到一处不知名的小镇 为了生计和躲避追捕 他进了一家马戏团 每天表演着野人持活机的戏码 过着身不如死的生活 心术不振必有灾殃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是CC下部电影见